毫无疑问,高铁绝对称得上中国科技,也是中国科技里最拿得出手的。当然,高铁的意义远不止面子上有光,更是大大的减少了旅行成本,减轻了出行负担,方便了各区域之间的联系。 高铁时代已经来临了,不胜其数的高铁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,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条高铁,它的价值也是相当的大,最近几年频频有大动作工程,现在又将持巨资修建一条350公里速的高速铁路,你们的家乡有没有被拆迁? 没错这条高铁就是白平铁路,起于甘肃省白银市静远县,突进惠宁县,宁夏雇原市龙格县,最后停靠在甘肃省平良市,有经过你家门口吗? 线路全长273公里,总投资121亿元,何时修建目前还在探讨中,不过相信很快就会动工了。 白银市,位于甘肃省中部,境内部有多台风光互补发电系,黄河石林市当地招派景点,国家4A级景区,全年起后都比较干旱,去旅游的朋友们,记得带个家师机哦,平良市位于甘肃省东部,畜牧夜市当地的经济支柱,古代丝绸之路经过这里,当时从长安过去就是平良了,这条高铁有没有路过你的家乡呢? 为家乡的繁荣发展点赞,同时,也可以在留言区,说出你的家乡与高铁的故事,欢迎留言。